木鸡匠人说 穿上木鸡让自己和大自然之间的距离更近一些 因为木材会呼吸 能够吸取脚汗和异味 这份珍贵的天然礼物 槟城这位木鸡匠人视若珍宝 他希望有这么一天 产自槟城的木鸡成功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在槟岛车水路经营神料店的朱宜然 也同时参与着一个即将失传的文化 木鸡是他父母亲流传下来的手艺 这里头有着穿越数十年的亲情 智慧和精神 朱宜然对于木鸡有着很深的情怀 朱宜然六年前开始 投入木鸡制作与生产行列 把个人爱好以及孩子对绘画的兴趣 转变成一门事业 是他五星插流的决定 当年每天制作十到十五双木鸡 如今已是大量生产 消费群从学生到游客 甚至还跨越种族和宗教 那个木鸡呢 是专门卖给 第一个是卖给那些 宗教 宗 卖给宗 宗里面有用很多 就是一年里面 一个宗 一年里面会用一两次吧 像马来人 就是他们去念经的时候 他们会穿这去 以为穿那些 那些睡衣 他们会穿这个木鸡去 他们讲比较方便 当然 我们想到木鸡 首先会想到马六甲 祝依然希望 透过它不懈的推广 大家还会联想到槟城 因为槟城也是个 爸爸娘人文化 保存得最完整的周数之一 马兴社电视采访报道